我現在警告再先 如果柯文哲跟郭台銘形成一個組合 我跟大家保證 國民黨跟朱立倫的好 侯友宜通通會被編連話 會被被拋到垃圾桶裡面去 跟你的民調無關 反對民進黨選票在台灣 隨便社會隨便錯都有40% 可是現在反對民進黨的標誌人物 至少有三個人 第一個最有名的是誰 柯文哲 你侯友宜在過去反對民進黨的表現 並不解除 而且你看經常 這是你的致命傷 國民黨如果覺得說 那我最大黨 我侯一定要當政人 不能當富的 那我只能說 Sayonara 國民黨 Sayonara 國民黨 說到民調 當然大家會關心的就是 既然韓國瑜跟侯友宜合體了 那韓粉呢 能在民調上面出現反應嗎 轉為支持侯友宜嗎 最好奇的當然莫過於這一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式新聞網 韓國瑜點頭參加全代會 你覺得韓粉會回歸挺猴嗎 結果看到到目前為止 不會韓粉次有定見的 最多60% 說會的是22% 所以好吧 多數都認為不會 不過這個是22號 就是全代會前做的 那現在全代會之後 你最好奇的當然莫過於有沒有改變呢 說侯友宜全代會當面像韓道歉 你認為可以被化解還韓粉的心結 結果說仍然無法接受的 還是有40% 但是呢說 一報名恩求團結下架 民進黨的是多少 是34% 這一份是中式新聞網發起的民調 不過我剛剛有說 中天電視有現在一個最新的民調 我們這個民調還在持續進行 也希望大家能夠踴躍的點進去去投票 給我們看一下你的意見 那麼在這個民調呢 我們看到說如果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你會支持誰呢 結果回答是侯友宜的29% 29% 結果最多人是投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54%好不好 還是柯文哲最多 那但是呢 中天電視這邊你看韓國瑜喊出 在侯領導下下架民進黨 你認為韓粉會不會歸隊呢 會不會歸隊呢 結果現在看起來比較多的是這裡 韓粉心冷不會歸隊 會支持別人 47% 還是有一點點接近半數 那韓粉聽韓國瑜的 會歸隊支持侯友宜的多少 37% 好 差10%啦 蔡委員 那你覺得這個民調接下來 隨著全代會結束嗎 那現在接下來開始侯友宜要動啦 這個是不是開始會對侯友宜的民調 越來越有利 怎麼看這個結果 不會啊 不會啊 很肯定 為什麼 國民黨的全代會就是一個清明法會 雖然請來個大和尚韓國瑜來念念經 但是神明不可能馬上下降嘛 因為畢竟不是韓國瑜在選嘛 是你侯友在選 所以這個人設的基礎上區別是比較大 這個我們劉委員他在現場有被感動到 但大部分沒有在現場啊 都在法會外面 關鍵是這個 都法會外面啊 在法會念經的時候 你在現場也許有感受 你應該法會現場就沒有感受嘛 這很正常的 侯友宜今天碰到的問題啊 就是說像我們中華隊很強 第一輪如果碰到了這個越南隊 我們就可以把越南隊打趴 那第一輪如果是碰到古巴隊 我們就很辛苦了 所以他在新北市選新北市長 碰到的是越南隊啊 他現在這一場打了 對不起是第一場碰到古巴隊啊 就是我一再強調就是說 候選人是有他特定的社會基礎 什麼樣的人支持什麼樣的候選人 是有特徵的 就像那個我中午碰到那個 謝龍傑說我以前民調才20% 我得到選票40幾% 我說不是這樣解讀 你的民調能量是20% 可是就是說因為你是 所有其他候選人裡面 唯一代表反對民進黨的 標誌性人物 所以其他人在投票的時候 要反對民進黨都投給你嘛 反對民進黨選票在台灣 隨便隨便錯都有40%嘛 所以很正常的 跟你的民調無關 可是現在反對民進黨的 標誌人物至少有三個人 柯文哲 郭台銘 侯友宜 而且這三個人在過去 反對民進黨的紀錄 第一個最有名的是誰 柯文哲啊 第二個最有名的就是 郭台銘啊 你侯友宜在過去 反對民進黨的表現 並不傑出 而且你還經常模擬兩可 這是你的這個致命傷嘛 所以你的社會基礎 本來以為國民黨提名 他可以跨位到綠營的選票 可以跨位中間選票 中間選民最強的是柯文哲啊 是郭台銘啊 所以如果三個排班上去 你一定選不上的嘛 那這個時候就要什麼 這個三隻小豬 必須要整合整個一個團隊啊 你不整個一個團隊 台灣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西瓜派 5%到10%跑不掉了 他看到你不贏的話 他就會倒給賴清德 賴清德的選票 就會比他民調高很多 那如果你三個組成一團 他覺得你會贏啊 這西瓜派就倒過來 對啊 你就有贏的機會嘛 這就是個現實狀況 那國民黨如果覺得說 那我最大黨 我侯一定要當正的 不能當富的 那我只能說 你就全輸吧 你要半贏還全輸選擇一個嘛 如果你侯去配富的 不管是郭配 侯侯的跟柯配配富的 你還有贏的機會喔 那你至少可以拿到 行政院長啊 立法院長啊 考試院長啊 監察院長 你搞不好拿得到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已經沒有幫忙 號召中間選民 沒有幫忙號召一些其他的 西瓜派的選民的時候 你這個硬要當正的 就搭配不成 最後你們全部都落選 到時候人家會把責任 推到你朱立倫 或有於金譜中所上啊 那國民黨 如果小雞再選得不好的話 小雞就 看不起你們這老母雞 都滾蛋回去算了吧 羅志強呢 倒是覺得說 哎呀 終於還給他一個公道了 因為他之前也是喊聯盟 我覺得羅志強這樣講不對 他應該主張 對朱立倫黨紀處分 所以因為當初他喊的時候 被威脅 他說啊被威脅黨紀處分 他們就威脅他說 你在講這個在野聯盟 什麼政黨輪替 在輪替大聯盟的話 要撤銷他提名 然後改提這個 中配軍 是 金小刀的子弟兵 已經搞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把羅志強嚇 我就叫他說 你就這一次再當歸孫子吧 他已經說回去了 對啊 這是對的吧 沒關係 那時候我現在主張 這個朱立倫講這個 在野大聯盟 對 執政大聯盟 前面講 前面前面 讓在野合阻大聯盟 對嘛 在野大聯盟 他自己講先講在野大聯盟 對啊 那在野大聯盟跟什麼 跟政黨在輪替大聯盟有沒有不同 我看不是不同啊 那這兩個如果是一樣的話 他要上次要處分這個羅志強 現在就要先處分朱立倫 我明天搞不好就按鈴申告 要考機會 要處分朱立倫 真的 可是說真的 你說要怎麼喊 大家其實真的 就是要看你怎麼做 要做出來給我們看 整合才是重點啊 到底要怎麼做 我其實看不太出來 因為 以柯文哲來講 他說理念 才是最重要的 那問題理念有一樣嗎 然後呢 那連黃偉翰都說 黨內要團結 但不等於明年以勝選 參選人產生後 主席是配角 不是主角啊 那重點 侯友宜 侯友宜你要怎麼樣 把大家這個 整個都凝聚在一起 這我們也看不懂 侯友宜之外 還有一個郭台銘 郭台銘現在還喊話 如果柯文哲跟郭台銘 形成一個組合 對 我跟大家保證 國民黨跟朱立倫的好 侯友宜啊 通通會被邊緣化 會被拋到垃圾桶裡面去 對 委員那你講是有可能 我再警告再先 有可能 要嘛你採取主動 讓侯友宜在這個 在野大聯盟裡面 有一個角色 對啊 如果郭台銘跟 跟柯文哲談好了 不管是郭柯配 柯郭配談好了 我跟你講 sayonara 國民黨 sayonara 那我建立所有的 小雞妹通通給我轉向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 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899 為了